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phie Chan 播出的一期是10月31日 今集跟大家說說黃營狗爭狗實錄 非常好笑 在美國大選前夕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 在昨天也就是10月30日 報導早前網上流傳一份長達64頁 有關美國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兒子Hunter Biden Hunter的醜聞 有關資料期後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群眾廣泛流傳 志在打擊拜登的選情 誰知就來了一個回歷槍 這份64頁有關拜登兒子Hunter的文件 被揭發涉嫌造假 不單是文件涉嫌是假 作者也是假的 根據NBC的報導 真作者踢爆這份假文件 是有人稱獨國的《蘋果日報》委託去讚寫的 香港和台灣《蘋果日報》 其後都發表聲明 否認曾經委託任何人去寫這份文件 黎智英之後在Twitter也供出了他的助手 也就是美國前中情局情報人員 他這麼多年來的左右手Mark Simon 黎智英供出了Mark Simon 就說錯的就是Mark Simon 不關他的事 究竟這場《督灰》的戲碼是怎樣的呢 我都會跟大家說說 新聞一出就成為大家昨晚茶雨飯後的話題 但大家知不知道事件是怎樣被NBC揭發的呢 其實就是因為一張相片 我都會跟大家用金田恩的手法 還原整個調查過程 而最新的消息就是 Mark Simon 漏夜在昨晚 也就是10月30日晚上11點25分 引咎辭職 他的辭職信被另一個和媒眾新聞公開 又一宗99 和媒都在咬毒果 究竟Mark Simon 漏夜的辭職信 暗藏什麼玄機呢 我都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而另一宗99事件 就是和政治庇護眾籌有關的 主角就是前人民力量的主席 袁黎明爸爸 袁弓儀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拍片 跟大家說過 袁弓儀之前是因為錢 而被租內地通緝 而逃亡對美國的中國富豪郭文貴割席 今次袁弓儀和哪一個因財失意呢 大家聽到袁弓儀都開始眾籌的節奏 當然得罪了課金達人黃之鋒和羅冠聰 我會和大家分析 其實背後不單只是爭飯吃那麼簡單 更加是派系之爭 看似是黃人內鬥 其實兩件事件都關乎美國大選 今集非常豐富 簡介都那麼長 結尾我更為大家精算了 川普同志搞笑特輯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後 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榮寅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黃媒和攬收派 想大家知道有關黃營和美國大選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 入到我的影片中惡意攻擊 意圖令我的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記得 看影片的時候要讚好和留言 早前我呼籲大家要加入我的義工隊 反應都非常熱烈 如果想加入我的義工隊 又未加入的話 可以掃描我的QR Code 可以透過微信加朋友的加號 加上這張圖片 就可以成功掃描到 加入我的義工隊 幫助我去管理義工隊的專員 更加說反應太熱烈了 就覆不及 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等候 而且是專員幫我覆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肖肖話想和我說 可以透過我的Facebook和微博聯絡我 就不要和我的專員說 先和大家說說毒果的假新聞風波 毒果是怎樣 我相信大家作為正常人都知道 一日一毒果 智商就沒有了 大家都知道 這次特別在 是由美媒指出毒果涉嫌造假 更是由和媒大力報道 事件追溯到10月14日 紐約郵報 New York Post的一篇報道 New York Post 刊登了一份未經核實 聲稱是來自 Typhoon Investigation 也就是颱風調查的洩露文件 這份文件牽涉到拜登家族在中國的生意 那份所謂的涉物文件聲稱資料來源是來自亨特的電腦 亨特就拿了電腦去維修 而蘋果維修店的老闆就在亨特的眼盤發現了這些資料 這份報告的作者就叫Aspen Asipan 自稱是一名瑞士安全分析人員 這份文件就由特朗普的私人律師Rudy Giuliani 朱利安尼傳出來 朱利安尼還公開地說要給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因為他知道New York Post不會把資料仔細檢查出街 這是什麼玩法呢? 是不是朱利安尼都認了明知這資料是假的呢? 跟特朗普關係密切的喉舌 包括朱利安尼 還有前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 都表示會有更多blockbuster的資料流出 即是跟大家預告 而由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刊登的颱風調查 其實的洩漏文件是被特朗普的支持者 班農、郭文貴、大紀元去將它廣傳的 就好像831有死人一樣 就傳到兮兮兮兮兮的 根據NBC這份未經核實來自颱風調查的文件 其實早在今年的9月 也即是New York Post都未刊登之前 就已經被情報季刊發佈了 情報季刊英文就是Intelligence Quasley 即是一個匿名的博客網站 他自稱是致力於搜集每日的重要新聞 其實搜集每日的重要新聞 為何要匿名呢? 難道都是假的? 即是一個cover-up、一個掩飾 根據域名的紀錄 這個匿名博客網站 註冊人叫Albert Markle 中文翻譯就是馬歐 他自稱是一個政治和經濟顧問 當馬歐被問到文件出處時 馬歐可能也有看Y2K上載的即場卸博操 他就卸博了 他就說文件是由學者Christopher Bowden 鮑爾丁得到的 鮑爾丁是前越南富布萊德大學的副教授 主要是研究中國經濟和金融市場 鮑爾丁在匿名博客 發佈這份未經證實的颱風調查文件 後幾個星期才在10月22日 在自己的博客上轉發 鮑爾丁原先跟NBC說他沒有份寫這份報告 但他就知道是誰寫的 但後來鮑爾丁又向NBC的記者承認 他的確寫了部分內容 鮑爾丁更加爆料 說這份所謂的颱風調查報告的作者 阿斯鵬 其實是一個完全虛構的人物 身份完全為了這份報告而去構建 更加爆的是鮑爾丁更加聲稱 這份文件是由蘋果日報委託他去讚寫的 NBC的報道更加說 蘋果日報的一個發言人 確認了蘋果日報曾經和鮑爾丁 共同處理這份文件 NBC更加是引述專家的分析 說這份文件 可以得到虛假訊息研究員的關注 是因為在網上搜尋颱風調查公司阿斯鵬 發現了這張假照的蛛絲馬跡 是因為在網上搜尋颱風調查公司阿斯鵬 最出賣阿斯鵬 其實就是他Twitter那張profile picture 罩眼看好像很正常 但專家畫放大來看就會發現斷矮 專家畫阿斯鵬那張所謂的相 那雙耳朵是不對稱的 可以教大家如何分辨假照 即是掌知識 除了那雙耳朵之外 他的左眼更加洩露了 他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人 關鍵線索就是阿斯鵬的左眼 他的Iris也就是紅膜 專家說阿斯鵬的左眼有點凸出來 似乎有兩個瞳孔 這是AI電腦生成的相片 是常見的錯誤 我做不到專家 我放到相片很大 其實都不發覺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截圖 截圖這個畫面 screen capture 然後研究一下 而阿斯鵬的身份 其實其他部分 都是從網絡不同的地方 導用回來的 阿斯鵬的Facebook 就在8月才創立 上面只有兩張相片 一張是他聲稱新屋的相片 再追尋這張相片的來源 就可以發現 原來這張相片 在旅遊網站 TripAdvisor 也看到 至於台風調查公司的標誌 更是由另外一間 台灣非牟利的組織 拿到的 組織就是台灣事實調查中心 真是造假都做到這樣 不知道就嚇死了 知道就笑死了 如果可以用這些氣力 來建設社會 大家說多好 爆爾丁在她個人Twitter 說蘋果日報付款 給她做這份報告 做了這份報告的背景資料搜集 但爆爾丁說本身回覆NBC 叫她不要引述 爆爾丁對於最後資料被NBC公開 她說向蘋果和黎智英道歉 香港和台灣的蘋果反應很大 發了一個聲明 就說沒有委託任何人都去讚寫報告 也沒有接獲NBC的查詢 黎智英認為這件事損害到她的名聲 台灣蘋果的聲明比香港蘋果詳細得多 香港蘋果只有三點 而台灣蘋果有七點 台灣蘋果提到 在大約兩個月前 得到這份颱風調查的報告 她說已經確診過了 在Intelligence Coursley的網站 也看到這份報告 所以台灣蘋果聲稱 她在應用這份報告之前 已經經過查核 經過查核 為什麼會發現不到作者是假的呢 是假相和假人呢 其實我覺得黎智英和壹傳媒 就不用這麼大反應 因為現在只是說那份報告是涉嫌造假 又不是說真的造假 黎智英和壹傳媒這麼大反應 會不會都被人覺得有點此理無人呢 其實這宗NBC的新聞也好 爆耳丁的督灰也好 我覺得我對獨果和黎智英的看法 前後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沒有受到影響 完全沒有變差度的 我就覺得 就算獨果真的有給錢去做這份報告 我也不覺得有什麼是出乎意料 因為之前也有不少的事例 所以獨果和黎智英實在不用擔心 大家說是不是 我向獨果和黎智英派下定心院 幫她想一想辦法 我就覺得根本不會影響到她的聲譽 大家不知道怎麼看 雖然我是這樣看 但黎智英選擇了跳即場射博操 她不單止對外說這件事不是她跟開 就好像這樣 這件事不是我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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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這件事真的不是你跟開 所以我們對腳一定要射開一點 來囉 預備 這件事不是我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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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黎智英更加發聲明和Mark Simon畫青界線 她更加讀Mark Simon灰 還跟Mark Simon說愛莫能做 好了 來了吧 如果你的下屬做錯事作為上司 你要立刻向她畫青界線 說今次我真是愛莫能做 今次我真是愛莫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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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台灣蘋果的聲明更加提到 黎智英的私人助理Mark Simon 和學者Christopher Bowden 接觸過去作資料調查 一傳媒集團的執行主席黎智英 直到昨天才知道事件 之前對事件一無所知 黎智英也即時在Twitter發貼文 就說Mark Simon和鮑爾丁合作的資金 由他私人公司出 因為金額是一萬元美金 也就是大約七萬八千元港幣 所以不需要事前得到黎智英的批准 一傳媒的董事會也發表聲明 跟Mark Simon割席 就說現時Mark Simon不是他集團的員工 也不能代表他的集團 正當大家都在吃花生 看職場社博操 Mark Simon昨晚即日 在晚上11點25分 漏夜在個人Twitter宣佈辭職 他就事件道歉 Mark Simon很後悔 亦向黎智英和壹傳媒道歉 他更說如果大家有相關的查詢 就應該找到蘋果日報的發言人 而他已經不是蘋果日報的發言人很久了 看看Mark Simon的辭職信 可以說是絕密 因為Mark Simon在他發表這個辭職信 已經封鎖了他的Twitter 如果不是因為眾新聞第一手的資訊 甚至乎香港01 我們都看不到這份絕密的辭職信 很少可以多謝和媒 這裡真的要多謝和媒 我發現Mark Simon的辭職信 似乎有不少的破綻 我就用金田恩的邏輯 跟大家逐一分析一下 Mark Simon的辭職信 首先他知道辭職信 會在壹傳媒廣傳 雖然他知道也會被外傳 但這封信似乎是被壹傳媒內部的 可以在壹傳媒內部發電郵 但明明剛才跟大家說了 壹傳媒的董事會 已經一早發了聲明 Mark Simon已經不是壹傳媒的職員 為什麼Mark Simon還可以在壹傳媒內部發電郵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這封辭職信 在晚上11點25分出 其實就離不及被子媒 印到第二天賣的報紙 晚上又難去追問 Mark Simon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也因為是這樣 我覺得其實只是做一下show 那封辭職信 寫來似乎是給大家看 而不是真的和黎智英割席 這是第二個破綻 第三個破綻就是 究竟Mark Simon現在是辭職哪一份工 Mark Simon其實在他的辭職信 都沒有說明 所以就說魔鬼在細節 我再想問 Mark Simon如果是辭去黎智英私人助理一職 為什麼要跟壹傳媒的全體同人說 其實成Mark Simon信的第一句 他說要公開透明 如果Mark Simon真的割席 真的承擔責任的話 應該公開透明地交代一下 究竟他現在有多少份職 他在打黎智英多少份工 現在究竟是辭職哪一份 不是辭職全部都不是叫真割席 大家說是不是 第四點是 Mark Simon堅持說自己沒錯 他說他從來都不覺得 不以一堆公開資料的公開手法是一個問題 而且他更加大爆 有關十二門徒的飛行紀錄 就是從這一堆所謂的公開資料提供 是否不小心爆了這個 所謂追蹤到十二門徒的飛行紀錄 都是由解人提供的呢 真是多謝Mark Simon 除了跟我們爆料之外 還讓我們看到黎智英怎麼跳卸博操 但這件事似乎是狗咬狗蛋 都是假咬 連咬也是假的 真咬我也和大家搜羅了資料 很多漢奸在立國安法之前 反中亂講 成功為我們爭取了國安法 但是國安法都未立 這些漢奸就送人了 袁公儀和羅冠聰就是例子 袁公儀去了美國 羅冠聰去了英國 袁公儀近日呼籲大家 給他們的個人資料 當中包括護照、電話 如果被人拉過的話 更加可以給他們證明 袁公儀聲稱可以幫大家疏通一下 方便大家申請著草去美國 袁公儀更加在她的影片 預告會眾籌去贊助這些黃人著草來美國 我們去片聽聽吧 香港的時候我昨天去國務院開會 我個人自己去開會 我去開會是兩件事 一件事他說現在香港很多年輕人 有些在倫敦 有些在台灣 有些還在香港 就想來美國 問我有沒有興趣贊助他們 因為都有一些人贊助 美國政府沒有朋友 照顧你個人的 他就是照顧你贊助 我問問題 你多少你都拿來給我 我簽了一個東西 你記得台灣我們有幾個人去了 去了東沙那邊 其中幾個人想過來美國 香港也有人想直接過來美國 美國政府都在想辦法 我就收到很多信息 我沒有衝進美國領事館 我說這個不行 就算你是VVIP 這件事重要的 VIP 他都沒有辦法收留你的 如果他給你做的話 整個領事館就破壞了 但是就可以跟他談 我簽了一些贊助的單 我說幾十個人是沒有問題的 我不是在廣播那裡 要求你們幫忙 你們有沒有興趣贊助一下 很簡單的 不用什麼的 就是你銀行 有超過100萬港幣 或者夠100萬港幣 他們就說你夠資格 其他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香港人都可以 不需要以為美國人 所有人都可以贊助 以前我爸爸都是 親戚去美國 就有分家來做贊助的 他都贊助過很多 現在很多都親戚在美國 這個贊助是好 這是一件事 如果說一千上萬的人 我就處理不了 我們在電腦裡 有誰有興趣贊助 而且這些是保密的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現在我跟他說 我在倫敦回來 這次見到很多人 很多年輕人 就在擁進去倫敦 而且倫敦已經不少了 而且裡面有一大部分人 就上過來美國的 但是美國現在很多都辦戰證 辦戰證非常麻煩 而且現在這個安全港法例 沒有通過之前 安全港法例 我估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通過 因為轉舉完之後 那幫人有空 有空做這件事 已經過了眾議院了 希望過了參議院 總統簽完 差不多到年底 就差不多有氣了 我說現在那個人還沒簽出來 如果那個法例 還沒生效之前 他們就什麼都不做 他們有很多事情看的 所以沒有事情做 我說可以不可以這樣 你知道 去美國領事館我簽證 就要約的 現在連網上約也有問題 我現在跟他們在談 我的方案是怎麼樣 我說呢 有人給了他的護照給我 發送給我 我的電郵地址 你們應該找到的 然後我就交給國務員 交給國務員 國務員通知當地的領事館 就約你 最好你拿你的電話號碼 他們要約你 你約他 他們要打不通 我現在正在行這條程序 來方便我們香港的小朋友 不管你在倫敦也好 在台灣也好 在香港也好 在日本也好 你就拿你的護照 用我的電郵 我給你的電郵 就給我 他好有你當地的電話號碼 他們有了這件事 現在這邊就拿這個東西 就送去當地的領事館 我現在告訴你 我現在正在試這件事 不要說我保證了 基本上我跟他昨天說 就是行得通的 然後有了這份電話 他來約你去簽證 那就比較行得通了 如果不然我昨天跟我女兒通電話 他說現在連上網約都要約不行的 很複雜的 尤其是現在又有疫情 認證一下又要對中國人 又有戒心 所以根本就是 就說這麼容易 說要收留香港人 現在BNO這個好事 絕對是好事 英國那邊基本上的問題就解決了 但是英國我就看他的樣子 真的都不可能收留這麼多人 那些人去到就未必想做 所有那些收入最低的工作 有人上來美國 我就建議用這個方法 如果你是被抓過的 就沒有問題 希望你拿了證據 傳送給我 你跟我用email做一個檔案 然後這個檔案 我就交給國務院 讓他們通知當地的領事館 接受他們申請 我不敢坦白說 方便他們申請 這件事我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誰需要贊助的話 都是用email 因為我現在太多貿易 和Facebook 我實在看不完 我就在這裏看 有一段時間看 一段時間看 但是email我一定要看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 所以email email就是我最肯定看的 每天都看的 可以回覆就回覆 如果你有整個檔案給我的 我就可以email回國務院 這件事我就在做的 嘩一叫眾籌 當然是踩到課金達人的尾 和人爭飯吃 當然有意見 羅冠聰在個人Facebook帳戶上 不開名地暗示員工而白狀 言下之意 叫小黃人不要亂信 不要落答 不要課金 羅冠聰不開名地說 早前有KOL在影片中呼籲 希望離開香港的手足 將他們的個人護照影印本 發到email 聲稱可以轉交美國國務院 安排他們和當地的領事館職員會面 還不是說原工而 羅冠聰說 聽完之後覺得很詫異 他希望大家要小心對待相關的建議 羅冠聰說任何時候 都不應該將護照影印本給陌生人 尤其是從公開途徑去掙扎 他說根據他的經驗 目前是沒有任何機制 可以讓KOL將你的個人資料 轉交美國國務院 羅冠聰叫大家謹慎看待網上的言論 小心他的個人資料洩露出來 這個鐵文黃之鋒也有分享 真是狗爭狗 大家相信誰呢 如果袁公然真的可以幫到手 他在叫大家課金 多謝鄉勞多謝鬼 影響到課金達人的命物 當然要當他政敵攻擊 而且袁公然是特朗普的派系 而課金達人其實是親民主黨 我之前也有拍片跟大家分析過 另一邊 如果課金達人是對的話 真的極度懷疑員工而是有病 為何可以說到刺層層的呢 當然 觀眾朋友聽完我這段影片都知道 不要說 六十四頁報告的作者身份 都可以做到刺層層的 正如Y2K木頭榮家 在我之前的影片裡留意 有錢有四 入錢everyday 這就是黃營的生存手法 狗爭狗骨 小黃人怎樣也好 都是入錢的 只剩下哪一個的荷包 是袁公儀那裡 還是課金達人羅冠聰和黃之鋒 這是唯一爭議點 小黃人都會乖乖地入錢 黎智英Mark Simon也好 袁公儀也好 都是想幫美國當權者特朗普 希望可以透過抹黑拜登 又或者說到特朗普是很幫得手的 幫特朗普連任 但其實都是幫倒忙 還意外為我們正常人 看到他們狗爭狗的戲碼 怎樣也好 更大的發生 相信陸續有來 11月3日就是美國大選 今屆提早投票的人創新高 已經是2016年提前投票的數字兩倍 很多分析都說大局已定 我就有點不捨特朗普村同志 村同志為我們製造了這麼多少料 有智力分化美國 不是Make American Great 是Make American Weak 而且好像今集我所說 令到黃營這麼尷尬 希望村同志不要放棄 選都選不到 不要靠彩數 都可以顯示到它有了道 繼續令美國發展不到 這樣中國就有好處了 所以特別同場加映 村同志究竟有多愛中國MV 希望大家都看得開心 在去片前 大家記得要讚好這條影片 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黃媒和攬鈔牌 不想大家知道有關美國大選的真相 記得如果未訂閱我陳榮欣 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右下角就是免費訂閱了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了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看到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都有個愉快的週末 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 拜拜 selection 個人 deine 你的 你 我 找人 在 那 I love you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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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